大家好,欢迎来到细说美股频道 今天是2024年7月24日,星期三 让我们先看看美股收盘和市场目前的状况 美股周三大幅收跌,科技股跌幅领先 道指下挫于500点,纳指暴跌6%50点,跌幅于3.6% 特斯拉重挫12% 谷歌母公司Alphabet和特斯拉等大型科技公司财报欠佳 引发了对全球企业健康状况的担忧 美联储降息前景与板,快轮动仍是市场焦点 道指跌504.22点,跌幅为1.25,报39853.87点 纳指跌654.94点,跌幅为3.64,报17342.41点 标普500指数跌128.61点,跌幅为2.31,报54827.13点 周三投资者继续评估大型科技公司在第二季度的表现 谷歌A类股收跌于5% 该公司的母公司Alphabet在周二收盘后发布财报收和利润均超出预期 但YouTube广告收入低于市场预期 特斯拉收盘重挫12.3%,该公司二季度业绩弱于预期 汽车销售收入同比下降7% Hardgreeves-Lansdown的股票基金主管Steve Clayton表示 中期财报机都已经开始 到目前为止,投资者对所看到的感到失望 投资者质疑投入谷歌AI能力的巨额资金是否真的在带来回报 华尔街对这些大型科技公司的财报特别感兴趣 因为这少数几家科技巨头为今年上半年的美股涨势贡献了大部分力量 根据FactSet的数据 超过20%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已经公布了第二财机财报 其中80%的公司业绩超出了预期 约五分之一的标普500公司已报告业绩 分析师预估在财报季前有所下滑 但包括摩根斯丹利的Michael Wilson和巴克莱的Core在内的市场策略师警告称 这次的下调幅度较小 这使得正面惊喜的门槛更高 投资者似乎特别担心销售额 少于一半的公司超出预期 投资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化了美联储在9月会议上降息的可能性 加上对经济软着陆的信心不断增强 美股市场继续上涨 最近几周小盘股和工业股等对利率敏感的板块普遍上涨 资产管理公司先锋集团表示 美联储今年可能只会降息一次 因为住房成本过高 而且就业市场仍然过热 该集团预计美联储今年只会在9月份降息25个基点 而根据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 投资者预计年内美联储可能将降息三次 先锋集团高级经济学家Josh Hurt表示 美联储正在寻找降息的理由 但他也不能忽视过早降息的风险 尤其是考虑到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增长仍然强劲 可能会重新引发通胀上行 该集团还表示 住房通胀看起来将保持dancing 预计住房价将继续以每月0.4%左右的速度增长 以向对100位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 超过80%的受访经济学家 预测25个基点的首次降息将在9月进行 接近3分之4的经济学家预测 美联储今年将进行两次25个基点的降息 高于6月调查中的60% 70位经济学家表示 美联储将在9月和12月降息 此外 根据最新调查的中卫署预测 美国CPI 核心CPI PCE 和核心PCE等所有通胀指标 预计至少到2026年之前都会达到2%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股市趋势和恐慌指数VEX 以及为什么你需要密切关注它们并迅速采取行动 最近美国股市大幅下跌 一些追踪市场趋势的基金发出了严厉警告 无论市场走势如何都应该抛售美国股票 这种抛售恰逢历史上股市表现疲软的时期 众所周知 8月的上半月通常是市场波动剧烈的时候 往往是一年中表现最差的两周 8月也是被动型股票基金和共同基金资金流出最多的时间 随着买家资金耗尽 被动型基金的流入将停止 与此同时 市场波动性正在上升 华尔街的恐慌指数 VEX在周三飙升超过百分之那十二 自7月以来 VEX指数以上涨超过百分之五十 给美股带来压力 从图我们可以看到 恐慌指数VEX截止到2024年7月24日 周三日线图一 最近衡量市场恐慌程度的CBOE波动率指数大幅飙升 上次VEX大幅飙升发生在2024年4月19号 VEX指数飙升到阶段最高值 2 7月24日 便已上升三法确立 表明美股跌势还没有结束 3 观察VEX是否会重复今年4月中旬的走势 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 VEX和标普500叠加在一起 截止到2024年7月24日 日线图一 如果重复今年4月中旬的走势 VEX应该在7月底或8月初到达阶段最高值 参看图中K线形态的预测走势 上次VEX大幅飙升发生在2024年4月19日 VEX指数飙升到阶段最高值 同时标普500会来到阶段最低值 就像上次2024年4月19日 标普500来到阶段最低值 3 接下来两周 美股将迎来超级财报周 几大科技股的财报将会很大程度上 影响美股近期的走势 及VIX指数的表现 同时请注意历史也不是简单的重复 因此图中K线形态的预测走势也仅仅是参考 分析师预测 如果市场继续下跌 基于规则交易的投资者可能会抛售329亿美元的全球股票 其中79亿美元来自美国市场 即使市场出现反弹 商品交易顾问仍将从美股市场测出9.02亿美元 如果空头主导市场并在下个月继续下跌 趋势交易者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测出高达2特亿美元的资金 其中六堂71亿美元将退出美国市场 所以请大家时刻关注市场动态 做好充分准备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 任何技术战法指标都不是百分百的正确 因此一定要带好之神 而且要结合其他方面的考虑 例如当前大盘环境 市场情绪周期 热点板块 其他技术指标等等 以便提高胜率 更多关于股票技术分析方法的具体细节和最新的例子 请加入我的discord群查看 有关discord群的链接已放在本视频下方 下期再见